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 请放掌 我们来看下一段经文 善男子 事故智者先应观察一切重心 然后说法 先当发起持心 悲心喜心 易心不懈怠心 能忍忍受心 不交慢心 不嫉妒心 不牵命心等 引定心 然后为他宣说正法 忠不令他诸众生类 闻所说法 轮转生死 多大嫌烂 好 这一段呢就是说啊 所谓的智者 所谓的智者 应当就是菩萨 菩萨能够 了知一切众生的心性 了知众生的根气 契入众生的这个根 然后呢 为众生说法 假设这个人 他是能成就生文的 就为他讲是圣地 能够成就圆觉法的 那么就跟他讲十二因缘 能够成就菩萨的 就给他讲这个六度万恨 这菩萨先观察 众生的根基 知道他的心性 对于他所想 所思 寥寥分明 所以才会对积的来说法 前面就说 假设这个讲的人 知道这个众生的根气 不堪受任这个大乘法 不给他说生文圆觉法 就给他说大乘的话呢 那么说者跟听者都有罪的 前面我们说过 那么这里呢 就是说菩萨自者 先观察这个众生的心 然后以 所随他所移 随他所乐 随他所适合的法呢 而为宣说 那么菩萨在说法之前 应当起一种什么样的心呢 应当发起一种什么的心呢 应当发起 慈心 悲心 喜心 义心 慈心呢 慈就是娱乐嘛 给他快乐 娱乐 悲呢 就是拔苦 有什么痛苦呢 给他拔除 喜心 义心 就是利益的心 不懈怠的心 就是精进 能忍受心呢 就是 不管这个众生 比方说 他是比较 知之愚钝的 要讲很多次的 你也要忍耐 就是 有这个耐性呢 为他说法 有的呢 在问法的时候 礼貌不是很周全 你也要忍耐 不要说 就是容易的动怒 不焦慢心 这个说法的 一定呢 不能够认为说 自己是高高在上 这样就跟众生 没有一个平等呢 你说者的心态 要拉正 不嫉妒心 不要说 跟人家比来比去 说那个人讲的更好啊 或者他讲的不如我啊 之类的啊 这个就不应该有 不牵立心 那就是 对于这个法 应该尽量的 让所听的人 听得明白 那尽量的让他理解 不要说令法不舍 令法不舍 也是到这一条哦 大家记得 《楞严经》里面 周历盘陀杰啊 他过去生就是一个法师 因为他令法不舍 就多愚痴之道了 所以这些都要 对于这个说法的人说的 那么这个说法的人 洗了这个慈悲 洗舍 一心就是舍心了 不懈怠的心 能够忍受的心 不浇慢的心 就是 还有不嫉妒的心 不牵立的心 由这么多的心 来隐忍出 引出这个定心 这一切都是一个 权宜方便 最重要的目的 都是要得到这个定 在慈悲洗舍之中呢 能够如如不动 也不嫉妒人家 也不令法不舍 也不交慢 这无意之中啊 心就有定了 如果你随着这个外缘转的话 你心就不定啊 所以我们一切修 都是要修一个 定一个会嘛 定是从哪里生的 定是从戒生的 最前面所讲的慈悲洗舍 你不要看他 是个积极的一个戒 跟戒是相符合的 不骄傲 不贪恋 不嫉妒 能够忍受 这些都是戒啊 这就是一个积极的意义在 我们说 三法戒就是为善嘛 为善也是一个戒啊 射利于一戒呢 就是一切恶不要犯 射善法戒呢 就是一切善都要做啊 这个就是极极的意义 好了 当你这一切心 这个善心都 都具备的时候 有这么多的善心呢 来引出定力 这定像什么呢 这个定啊 就像穿着盔甲一样 它能够保护你啊 外界发生了什么事情 与我无关 不会伤害到你的身心啊 所以有了这么多心的话 心这里所讲的 就是起心动念 起心动念 其实就是一个 就是意识中间的升起 意识 第六识升起 那么有了这个意识清净 意识所产生的善业的话 然后所讲的法呢 就是正法 身语义善业嘛 有意识正的时候呢 当然与业就清净了 所以他说的法呢 就是清净法 就是正法 就是利益众生的法 因为他心已经是如此的 具备一切的善业了 了解这个意思啊 然后由这些善的一个意念呢 是引出这个定力 引出这个定的一个心 这个是他的目的何在呢 是令到这些众生啊 听到这个正法之后 不再轮转生死 不再堕入大险坑 或者大险难 不堕入危险 因为在生死轮回的道上 不小心堕入三恶道 就很难再翻身 因为你到出生到余思啊 很难说知道怎么样去做善 容易生 嗔恨心 到地狱去更是了 他没有机会反省自己了 因为你要向着善道 从一个黑暗 三恶道都是黑暗的道 在那个黑暗的道路上 你要向着光明的路上走 你必须要知道反省啊 你必须要知道忏悔啊 可是在三恶道的众生 他都在受苦 他在受苦的当下 只容易生起深恨心 所以就是很难呢 从这个黑暗走向光明 这是这个意思 好了 那么所以我们继续来看 事故如来善知一切众生心相 以无成构 无曲 行伦 未说正法 据大甲咒 一切菩萨摩赫萨众 为他说法亦复如是 这里就是讲到佛 他所开示的两种行轮 很重要的呢 就是把这个大圣跟小圣的区别在哪里 这里就要解释下去了 要开始解释了 就是大圣跟小圣的不同 就在佛所说的 佛了达众生的心性 小圣的圣人没办法理解这众生的心性 小圣圣人他知道法 理解到这个性空的原理 知道这个得到这个大智慧 但是他没有办法度众生 因为他的心量没在这 他没办法呢 他能够断除自己的烦恼 没办法断除众生的烦恼 因为他心里没有众生 他说法度生做一切事 是为自己的利益 为自己的解脱 同样做一件事情 小圣圣人也说法呀 但是他那个心不够这个大悲 缺乏这个大悲心 所以跟菩萨是有区别的 那我们在下面就可以看到 就佛来解释这无成构行轮 一个叫无成构行轮 一个叫做无曲行轮 这两个轮呢 这两个轮呢 是佛所说的 佛是用这两个法轮来宣说正法 一个法轮叫做无成构行轮 一个法轮叫做无曲行轮 这两个轮呢 这两个轮呢 是为众生来说法的 所以佛是把众生摆得很高的 是从恩啊 众生恩啊 为什么佛将众生恩摆得这么重要呢 因为没有众生就没有佛啊 众生是成佛的根本 你没有众生你没办法成佛的 你要度众生你才能够成佛 没有度众生你没办法成佛 所以等于说从众生来生出佛 众生是成佛的根本 所以这个呢 就是报众是从恩的一个重要性 那佛如果佛是了达 善达就是善于了达 一切众生的心向 众生的心那么复杂 那么多烦恼 那么多障碍 那么多的无名 佛不但不嫌弃他 而且呢 怎么样 把他看得很大很高 为他说正法 但是佛假设说我们去为别人说法的时候 你自己定力不够的话 跟别人说 众生的污垢反而会污染你哦 你在众生中间啊 不是你渡他 他把你渡掉了 了解这个意思 假设我在这边说法 不是在这边 假设说啊 假设有众生起烦恼了 就偏偏要跟你这个凹着来 就是你这个说的不好啊 说的不对啊 你这个之间错误啊 他给你就是顶撞 你能不能够说如如不动 你能不能够说 对这些都能够淡然处之呢 讲法的人也还是在凡夫位啊 你有没有这个本事如如不动 你有没有定力 好像穿了一个大夹皱一样 就是盔甲一样 不受他影响 众生的污染不会上你的身 假设说众生的污染不上你的身 你才能够有这个定力 好像穿了盔甲一样 这个定力就是盔甲 穿了盔甲你就不会受到影响 有定力就不会受到影响 假设你没有定力的话 你在众生中间被众生度过去了 他的污染 他的习气影响到你 他的烦恼影响到你 他的称慧影响到你 一切都受 受他的一个度化啊 这是真的 所以很有趣啊 那所以呢 佛就说啊 这菩萨要用这个无成构轮 跟无曲行轮 这两个轮呢 来说正法 来度众生 因为有这两个轮的话呢 你就好像穿了盔甲一样 就有定力 就不受他的污染 是这个意思哦 好我们继续看 由悲悲鸣故 为令断灭诸烦恼故 为令超度山游海故 为诸众生于三圣中 随心所乐 随去一圣 树圆满故 为所正法 终不令其轮转生死 多大显烂 目的何在 方法何在 佛说 由于 菩萨度众 由于大圣的行者 他是有个悲悯心 大悲心 菩提心 由于他的这个悲心 他这个悲心 是为了众生的 是要断众生的烦恼 为超度他脱离 三有就是三界 欲界 色界 无色界 三有就是三界 为这些众生呢 希望他在三圣中间 圣温圣 圆觉圣 跟菩萨的大圣 这三圣中间呢 随他所喜欢 随他自己的根器 来选择 随去一圣 选择一种来修 适合修圣文的 就修圣文 不必要他一定要修大圣 适合修大圣的 就不要让他修圣文 那么随他去选择一圣 很快的圆满 很快的成就 很快的解脱 来为他做正法 目的呢 就是终究 不要令他在轮转生死中间 堕入大险烂 这险烂 包括三图八烂 包括各种的苦海 包括各种的苦 八苦等等 下面 下面佛就解释 什么叫做无成构行轮 什么叫做无曲行轮 这两个就比较深一点咯 这讲到般若的空性 我们慢慢来讲 我们慢慢来讲 好了 不畏有无色戒 不畏有此事 不畏有他事 不畏有诸行 不畏有受 不畏有想 不畏有思 不畏有处 不畏有作意 不畏有无名 乃至不畏有老死 不畏有处 处有不及 故 为诸众生 宣说正法 为一切侏 处 借 广说乃至行与不行 皆及灭故 为诸众生 宣说正法 以事意故 明无成构 无成构行轮 这五个字 佛分三段来解释 第一个就是无成构 第二个是行 第三个呢 是伦 什么叫做无成构啊 无成构 就是一个空意 无成构 那么这个 无成构呢 也就是清静 所以无成构轮呢 就是清静的轮 这轮是什么轮呢 是法轮 清静的法轮 无成构 我们想想看当年的神秀 法师跟六祖那两句寄语 这神秀说 时时情勿式 莫时惹成哀 时时情勿式的是什么 就是成构 因为我们的这个心啊 他把这个心 比喻成一个明镜台 一个静台 那么这个静台上面呢 时时刻刻有灰尘 时时刻刻 会污染到外界的成构 成满 因为这个缘故呢 我们要让这个明镜台清静呢 就必须时时情勿式 有尘埃就差 有尘埃就差 天天差 时时差 不要让这个明镜台呢 只污染到 那六祖他怎么说呢 他说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 本来无一物 就是无尘构 本来就是清静的 无尘构 就是根本这个明镜台 是不沾不染的 不必要去擦拭他 哪里可以惹上尘埃呢 是这个意思 他本身就是清静的 不是靠你擦的 你如果要擦的话 擦不完 那么 当然这两个人的境界是不一样 因为 如果你在这个高空啊 飞机飞上高空 几千英尺上 你还是可以抚养 抚视到这个 大地上的人啊 室啊 物啊 或者是很多高房子 高楼大厦 但是如果你再向上飞的话 超过这个云层 那你就看不到 看不到这些房子 看不到这些建筑物了 那个时候就本来无一物了 境界不一样 境界不同 无成功的意思就是没有成功 就是清静 这个没有成功是什么没有成功呢 一切有造作就有造作就有成功 有造作就有成功 但是呢 但是呢 这个成功是个成功是个假的 是因缘合合而成的 它是一个像 这个像是个虚妄的 是一个无常的 是一个没有自信的 缘起相起 缘灭相灭 本无自信 因缘合合 虚妄有生 我们这个话讲很多次 自己慢慢这样子扫过去 老师多扫几次呢 总是会理解一点 那么我们再来看 说法的时候 不畏有允 就是有了 我们先讲这个有 因为佛前面告诉我们 所谓的这个 佛不说断灭法 不要落尽完空 所以说 不能够没有理解 生文法 圆绝法 就直接去学习大圣 如果这样的话 很容易堕入完空 很容易堕入这个断灭法 那么既然不要堕入完空 不要堕入这个断灭法 所以佛必须要开始我们 什么是真正的大圣 所以佛这里必须要解释一下 就什么叫做这个 有 什么叫做空 那我们先看 就说法的时候呢 不畏有允 不畏有处 不畏有戒 这允呢 就是无允了 色受想行事 无允 不畏有处呢 处是十二处 六根跟六成 不畏有戒呢 戒是十八戒 除了六根六成之外呢 还加上六四 不畏有欲戒 不畏有色戒 不畏有无色戒 就是这是三戒 三戒 那么不畏有此事 不畏有他事 这是指色时间 这一事过去事 或者是未来事 这三事 不畏有诸行 不畏有受 不畏有想 不畏有思 不畏有处 不畏有作意 这个是讲这个 无允中间分别说 行事 行 就是色受想心事的行 受想呢 包括想啊 失啊 处啊 作意 这个都是在 是中间的 不畏有 你在说法的时候 我们先举一个例 其他的就好 一样的意思 畏说法是不畏有允 当你在说法的时候呢 不要有作意 不要有执着在 有这个色受想行事 无允 不要执着在 这个有允的 这个观念当中 说法就是为利益众生而已 不要粘着在 这个法上面 不要 粘着在这个 有这个身心二法上面 一致到 一致到什么呢 不畏有处 就是十二处 十二处了 六根六成 不畏有戒 十八戒 六根六成六四 不畏有欲戒 色戒 无色戒 只是 他是 诸行 受 想 失 处 不畏有作意 跟着下来讲的是 不畏有无名 乃至不畏有老死 这一句话 就是包括十二因缘 跟心经是一样的意思 心经我们记得说 无无名 乃至无名境 无老死 亦无老死境 是不是这样 那无无名 亦无无名境 乃至 其实中间包括什么 无名无言行 就是行事 通通都包括在里面 一直到最后一个 他把第一个举出来 把最后一个举出来 第一个就是 无无名乃至无名境 无老死 亦无老死境 其实里面是包括 行事 六入等等 处受 爱取有 生 老死 都包括在里面 就十二因缘 这里是一样的 这里一段 跟心经 非常相似 我们讲过心经 所以大家可以回忆一下 他也是用这种手法 也是用这种手法 你们想想想看 你们想想看心经谁翻译的 这本书谁翻译的 也是玄奘老师 你看很像嘛 不畏有无名 乃至不畏有老死 不畏有行 即不行过 行跟行两个是什么 对治法 是相对待的 一个是能 一个是所 能行所行 行还有一个不行 行是什么呢 是运动的意思 行是一个动的意思 行动 行者动也 行动 所以这个无成构的意思是 不畏有宇宙世间一切的法相 对不对 我们前面看 意思是不畏宇宙世间一切的法相 那么乃至于呢 不畏行即不行 这个行即不行呢 就是因为我们在这里讲到 无成构 行 无成构它是一个行 无成构是亲近 那这个要运动的运行的 以这个无形 无成构的一个法轮来运转 行就运转 就是运动了 所以说 但是他这里讲 不会有行即不行 就是你不是要心意 当你说法的时候 不要心意有一个 我在说法 或者我不在说法 这行与不行 这运动 这造作的意思 不要有执着 怎么样呢 为主众生 宣说正法 心里不要有一个 造作的观念 来说法 为一切 诸允 处 借 广说乃至行与不行 皆 即灭故 为主众生 宣说正法 已是异故 你无成构 前面是说 不为怎么怎么样 不 不因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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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说法 现在是说 为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一切的 无陨 十二处 十八戒 还有什么 包括这个 色戒 无色戒 这个 欲戒 色戒 无色戒 此事 他是 行受 降失 处 作义 无名 乃至老死 最后呢 广说 就是 推论到 行与不行 都是 寂灭的 缘故 一切都是 寂灭的 其实 印度话 这个 寂灭 就是空意 寂灭 所以 空不是 真空 不是说 什么都没有的空 如果说 什么都没有的空 那个叫做 顽空 那个叫做 断灭 断断 不是佛 所说的空 所以说 广说乃至 行与不行 就是 为了 这个 一切的 法 都是 击灭的 缘故 就是 诸法 空向的意思 来为 众生 说 正法 以 这样的意义 缘故 这样的意思 叫做 无成功 当说法的时候 不为 世间一切 诸相 而产生 一个 起心动念 不为 不为 世间一切的 这个 法相 而产生 一个 执着的 观念 不为 世间一切的 法相 而产生 一个 对待的 观念 而 为什么样呢 一切的 法 都是 寂静的 一切的 法 都是怎么样 所谓的 寂静 不生 不灭 不够 不静 不增 不减 我们这么 简单的 这样解释 慢慢的 这样来说 这个叫 无成构 所以 无成构的 意思 就是表示 一个 亲近意 亲近意 就是表示 说 一切 法 都是 寂静的 一切 法 都是 不要 执着的 一切 法 都是 平等的 事法 平等 无有 高效 不 执着 就是 平等 所谓的 执着呢 就是 分 彼此 不是 这个 就是 那个 不是 那个 就是 这个 你 执着 一端 这个叫 对待 法 所谓的 平等 意思呢 就是 不执着 于 某一方 佛法 是绝对 法 就不执着 于某一 某一点 某一个 方面 那个是 对待 法 凡是 对待 法 都是 缘起 的 都是 无常的 都是 有 生灭 的 佛法 是 绝对 法 才是 究竟的 就是 不是 对待 的 好 我们继续来 看 这个 行 行者 行就是 运行 所谓 唯能 允断 此 此 生 彼 为诸众生 宣说 正法 未能 涌 断 诸 云 处 界 广说 乃至 未能 涌 断 行 与 不行 为诸众生 宣说 正法 是名为 行 这里解释说 这个行 这个行的意思 就是运行 运行就是 有造作 但是这个造作 还不能执着 这个行 是什么呢 是利益众生的 要 涌断众生的 生死轮回 死死生彼 就是生死轮回 为了要让众生 脱离生死轮回 超越三界 所以为他说 正法 未能够涌断 云 处 界 乃至 涌断 行与不行 我们现在 行中间 这是菩萨的大恨 菩萨行 菩萨行是为了 要灭我们一切的 其他的行与不行 所以我们要理解 这佛现在解释的 这个行字 是指菩萨说法 菩萨的行 菩萨的行是有 大悲 大怨 大志 在里面的行 普贤行 理解到这个意思吗 这个佛解释 行者所谓 什么什么 这个行 是菩萨的行 是 含有 大悲 大志 大怨 在里面 那 涌断 行与不行 那个行 是我们一般的 这个 俗地 所说的行 一般我们人的行 我们的造作 我们的灭 这个行与不行 是业 是我们凡夫属子的 这个行 那 菩萨的行 是为了要断灭 我们 众生的行与不行 就为众生来宣说 正法 这个呢 是叫 事名为行 这个行是大行 是普贤行 好 第三个呢 我解释到 轮 所谓 如满月光 清凉无碍 便满虚空 造出一切 无障境界 如是如来 基诸菩萨 所有神通 既说 教界 三种圣伦 作用无碍 遍诸世界 利乐一切 所发众生 令诸众生 不亦归处 如共一切 世间众生 如共一切 身闻独觉 能令众生 断灭生死 诸苦恼 法 正得安乐 菩提 夜盘 是名为伦 如是名为 诸佛菩萨 无成构 法 行伦 那第三个 佛解释 这个伦 这伦的意思 就是法伦 这伦的意思 它有展演的意思 它是展演 所有的众生的烦恼 而且伦是一个圆 没有头没有尾的 所以是究竟法 你有头有尾 就变成对峙法了 你没头头没有尾 你找不到的 它是圆满 圆满就没头没尾了 还有你看这轮跑起来 它轴中间还是空的 它这个轴又是有 有有有空 有跟空都融在一起的 你看这个轮子跑起来 跑得很快的时候 你哪里知道它哪里有有 哪里是空 那轴啊 那轴啊 这是有啊 那轴中间不是空吗 但它跑起来 哪里是有 哪里是空 所以法轮 法轮常转呢 转动的 所以佛说这个法轮是怎么来了 好像这个 十五的月亮 昨天才初一 我们就讲到十五去了 十五的月亮 圆又圆 清凉无碍 消除热闹 因为我们一直都把这个热闹 比喻成烦恼 所以月亮的光 好像一道银色的洒下来 能够清除我们的热闹 所以弘一大师说 清凉水 清凉月 清凉风 月亮他也说是清凉了 清凉无碍啊 遍满虚空啊 造出了一切无障的一个境界 就是说没有障碍 烦恼就是障碍啊 有烦恼就不通了 所以等一下我们看 神通啊 对啊 如是 如来及诸菩萨 如来跟菩萨 有三个轮 这个轮呢 它是用月亮来比喻 这个轮 轮的像 但是这个轮呢 佛又讲三个轮呢 一个叫神通 一个叫济说 一个叫教解 神通啊 我们都知道六神通 神啊 就是我们本来的这个智慧 叫做神啊 通就是通达无碍啊 就没有障碍了 就没有障碍了 无障碍的 说谁很神啊 这个很神 其实这个神一通的话呢 就误了 这是我们的神啊 不通啊 不通就是有障碍 一个烦恼 在一个所思上 把我们给藏住了 把我们的神啊 困在这个夜暴身中间 没有办法发展 他的功能 体像用嘛 体不够大 像不够 这个智慧不够 不够周延 用呢 也不够圆满 要是真正到了 觉悟的 悟了 那么呢 就体像用 都是最大的 那就神通 广大 没有障碍 神就通了 如果说 因为神通 就是你的 智慧的本体啊 智慧的本性啊 假设说 一切的迷惑 一切的障碍 一切的烦恼 都消除了的话呢 那么这个神通就 本来在那的 他也没有掉过 他出现了 那第二个呢 叫济说 济说是 菩萨的一种能力 他能够 生知众生心啊 深入众生性 折入如来藏 对吧 所以 菩萨那个 了知众生的心性 你想什么都知道 比那个他心通 还要厉害 他心通已经很厉害了 他心通就是说 你当下想什么 他知道你想什么 我就遇到过 遇到过 他心通 真的有 这不好讲 那教戒呢 一切佛所说的教话 都叫教戒 这三种殊胜的 伦 神通 济说教戒 这是菩萨所用的 佛菩萨所用的 一个方便 一个智慧 这是应用无穷 应用无碍的 辩诸世界 能够利乐一切众生 令到这些众生呢 不易归出去 就去的地方 往生的地方 都是好的地方 不要易归处啊 就是跑到不好的地方去了 易 就其他的归处 那其他归处就不再样 心灵归处了 说不定又是 伤恶道了 搞不清楚了 不易归处 不易 这个意是不同的 就不好的 不是我们所期待的 不供一切 不供一切世间众生 不供一切身闻远卷 所以 佛菩萨他们的这个方法 善巧方便 智慧 是能够令到 一切众生呢 都能够到 彼岸的 不供一切身闻远卷的 不能理解的 不能清楚的 不能学习的 也不同一般的身闻远卷 那佛菩萨它是能够令到一切众生呢 断灭生死烦恼的 没有烦恼就没有生死了 知道 烦恼就是生死的一个根本 烦恼总名叫做 或者是一个 一个 generalized 就是说一个 普遍化的名称 就是叫做无名 没有智慧 所以如果要 断出一切的苦恼 就能够得到智慧 就能够断出生死 就能够正得安乐菩提 夜盘 菩提就是觉悟 夜盘呢 就是不生不死 这个意思就叫轮 所以无成构行轮呢 佛是把它比喻成 清静的一个法轮 用什么来比喻 用月亮来比喻 这个意思 那下面这个无曲行轮呢 佛就用日光来比喻 有智慧能够照亮这个黑暗 能够破除这个黑暗 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好 我们先来回响 文法功德书圣行 文法功德书圣行 无边圣服皆回响 无边圣服皆回响 普愿成立诸有情 无边圣力诸有情 树网无量光佛察 树网无量光佛察 十方三世一切佛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摩赫菩萨摩罗蜜 摩赫菩萨摩罗蜜 民众福尔丝